你知道在台灣有間學校 他們的學生全是原住民嗎 這裡是屏東來義高中 天鄉地區的學校 部分孩子被貼上標籤 如同放養的小孩 聽不進去老師的管教 生活比較沒有目標 舉重隊的成立改變了他們 也為生活帶來新的挑戰 一開始是因為 本來在田徑是主任叫我總的 舉重我 當初一開始有排斥 就是後面就慢慢比較有興趣 這個學校整個人是山偏鄉的 所以他們第一個他們 跟外面的接觸很少 所以他們就認為說 他們就是這樣子就可以好好的 不會是他們就完全不用 然後第二個他們在學校 很多學生根本就不怕老師不怕教 學校老師管不了他們 但是他們後來舉重以後 漸漸的就是第一個老師 之前老師是每個都搖頭 那他們進來舉重以後 他們有一點成績以後 他們變成更尊重老師 然後他們也有目標 所以現在老師看到他們 都是電力 我們都是以先練技術為基礎 然後力量也有 當然沒有緊張感 但是等於他的霸氣也不足 那舉重是一個比較 楊剛性的運動項目 他應該要有霸氣 基本的霸氣 雖然這些選手態度隨性 但對他們來說 舉重隊的意義重大 是他們有了自己的人生目標 就可能是我這輩子 唯一要去做的事吧 生活是一個習慣 不去做這件事情 我就是勝負慢慢 對 你謝謝周琳 無條件的付出 再來就給他們 比較乖 第一個他們比較乖 第二個他們比較乖 第二個他們比較學會 比較學會尊重 然後第三個他們就比較 有一點目標 舉重人帶給他們 第一個自稱為他們 每個人生目標 第二個讓他們 每個人生目標 每個人生目標 第二個讓他們 每個人生目標 第三個讓他們 學習一些 做人技能道 慢慢的就是 他們慢慢有成績以後 希望把他們 慢慢的一些東西 推出去 讓別人來看見 那慢慢的一些 慈善團體已經在看到我們 所以應該是 會越來越好 應該是